随着大专院校开学日 学校们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展开开学作业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就启动了安心就学计划 与新竹市医师工会合作 在交大校区集中进行筛检作业 所幸目前的裁检结果结尾阴性 没有感染的情况出现 我们现在的做法是这样 当然要体察外边的整个防疫的现况 还有国家现在防疫的等级 目前当然我们还是采取志愿的方式 来做相关的筛检 学校提供了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校友 热心的益助捐钱捐物资 未来如果在开学两个礼拜后 如果开始有做实体的上课 都已经相关的教师这些防疫规定 这个所谓梅花座相关的这些通风 各方面都已经在紧拢密鼓的这个规划当中 新竹市医师工会这次派出12名医疗人员进驻 由于之前医师工会也协助新竹市政府开设筛检站 累积了相当多的经验 理事长邱国华指出一旦筛检出阳性反应后续已经建构了完善的后送机制 可有效控制疫情的蔓延 整个就按照我们社区筛检的规格 要注意到怎么分流 那怎么做到安全的防疫的这个距离 那都由我们来来帮他规划 所以我们那天提早来都来看过这些动线 那给他一些参考 他做交换意见 把整个过程流程就完全符合我们以前在设计筛检站 所做的这个防疫规格 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在家可能有放行之类的 然后测了之后 就是知道适应适应就觉得很战很安心 其实这样子是让学生不用再去各个地方可能自行购买试剂 或者是自己去医疗院所进行快塞等等的 那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方便也是非常好的 这次阳明交大预计在光复校区筛检的人数约有700人 包括校内的师长与学生 但就算做了筛检服务 阳明交大对防疫工作仍然不敢松懈 校方日前已经宣布从9月13号到26号的课程 一律采取线上视讯教学 就是希望可以用最高的标准来完成防范疫情的任务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 期待